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9月9号到15号 我们叫药王兴加持 意思是说这七天多洗澡 多淋雨 为什么意思呢 这些水都代表药是佛的加持 所以无论如何 这七天 那么也让家里的人说 现在代表医生的佛 再降甘露 这样就好了 所以多在洗澡的时候 或下雨的时候 能够淋到水 当然就观想 药师佛的蓝色的水 叫流离水 净化自己 当然药师佛的目的 不是光身体的病苦 而是希望每个人 念一下正知正见 发菩提心 求生净土 所以药师佛从世间 满众生院 求长寿 求子女 求官位 求财富 这些都满足了 衣食无缺 财宝无缺 先满我们众生的 暂时的安乐 进一步去除邪见 由回晓向大 发菩提心 然后劝众生 得身净土 将来成佛 那我想药师佛的愿 也是我们大家 发菩提心 都应该发这样子的愿 所以学佛 各位多了解佛菩萨的功德 来学习佛菩萨 这样发愿去实践 那站在大乘佛教 念一下 归佛 当愿自己 及所有众生 成就佛陀 三十二相 八十随行好 也就是说 站在大乘佛教 你既然发了菩提心 那要成就佛的外相 那当然要成就佛的外相 也要去追求佛的心 语言 所以 佛陀的三十二相 八十随行好 是非常生活化的 事实上每一条 都是我们发菩提心 应该有的戒律 应该要去实践的 所以 为什么你不能说 反正我长得很安全 无所谓 这样就是违背佛法 蜡烛点亮 就是希望别人 看到这个亮度 而去除黑暗 不会走错路 不会跌倒 所以 为什么呢 因为菩萨有这种空性的体悟 没有单独的存在 所有的存在 都是息息相关的 你就是我 我就是你 就像母子连心一样 所以 阿弥陀佛成佛 是为我们成佛的 极乐世界 是为这些三界六道 轮回友情而存在的 所以 阿弥陀佛认为 所有众生 都应该到 诸佛菩萨的净土 他才可以得到 生命的涅槃 而进一步 找到生命的意义 发菩提心成佛 这就是生命 唯一存在的目标 而不是说 我喜欢修解脱道 成阿罗汉就好了 我喜欢有人天福报 这个都是不究竟的 而且会苦的 老实说 正的阿罗汉 如果你没有发菩提心 在这个世间 也是很苦的 因为阿罗汉 他可以入涅槃七天 但是呢 他随着他的习性业力 就像熊 冬眠 但是呢 冬眠就身体就瘦了 但是等到夏天 他一定要出来 他不出来 他会死的 他要去找食物吃了 所以呢 阿罗汉的所谓正涅槃 是一死的 不是就禁的 按照妙法 莲华经 唯有成佛 佛陀教一称法 才是究竟的 所以我想 佛 告诉我们佛法 就是希望每个人 都应该 发菩提心 走入成佛之道 这是唯一之道 那仁天福报 来自解脱道 是暂时的 不就禁的 针对当时候 姻缘所说的 当然我们是 一定是先告诉人家 一定要追求仁天福报 要健康长寿快乐 但是呢 健康长寿快乐 是无偿的 进一步希望 他发起出离心 但是个人出离心 又是不就禁的 唯有感恩父母 感恩众生 要生起这个想法 让所有众生 同成佛道 这才是 生命唯一的一条路 那为了如此 所以 一定要发菩提心 那为了菩提心 就像地藏本愿经 长者子 那么看到了 佛的庄严 而追求 那佛说 那你要广度 六道众生 离苦得了 才能够 向好庄严 度众生 所以我想每个人 要把生命的 意义抓得很清楚 这就是佛陀的教法 不然每个人说 读书啊 然后博士啊 结婚啊 成功啊 买房子啊 哪知呢 提早退休啊 天天跑步啊 免得生病啊 这些都只是暂时的 所以会浪费生命 生命最大的意义 就是追求成佛之道 所以各位要把握 天天都像今天 好不好啊 天天这么努力啊 当然我想努力 有太多种修行的方法 只是说 我们个人姻缘 但是无论如何 就是不离菩提心的精进 念一下 但念无常 圣物方意 所以各位要想着 变化无常 随时会来 千万不要懒惰 所以呢 就像那个 水里面的鱼 那水已经慢慢流掉了 这些鱼最后要是 要把握这个机会 精进求证 要追求菩提 要赶快成佛 那各位要不断去思维 这个问题 因为现在末法 有一点困难 你看 现场这么多人 出家人不多 出家人毕竟是 少少少少数 但是出家人也不见得 能够完全圆满 去实践菩提心 他至少 限一个出家项 但大部分的人 还是追求的 希望家庭美满 赚钱 儿女平安 但是这个只是一个 不究竟的 暂时的状态 因为这些 势必都是苦的 这一点要 不断不断的去思维 所以哪怕是出家 更要思维这个 不然有时候出家 他就会停顿在 出家的一种生活模式 而不是一种精进 所以出家你要想的众生 这个众生都是我父母 他这么苦 我要为他精进 如果我不成佛 我怎么样去帮助对方成佛 但是一定在帮助对方成佛的过程 自己也才能够成佛 所以这叫自立地他 就在这个状态 所以我这样说的意思 希望各位追求佛陀的 向好庄严 好不好 这是很重要 这样人家才会归因你 你有福有会 然后别人才会羡慕你 而追求你 佛陀说一个人就是要 让自己成为别人 学习皈依的对象 就像在黑暗的苦海里面 你要负责做光明灯 才能够让这些浮浮沉沉的船 沉没在大海的众生 有一个依靠 所以自己一定要身口意庄严 所以各位一定要看大乘的经典 我发觉很多人喜欢修秘宗 也不是错 但是各位要注意 经典一定要看 但是有些人喜欢看经典 但是他却不修仪鬼不辞纵 那这样也很可惜 会把经典当作文字 但是如果把经典能够变成一种 身口意的庄严 像菩提心的仪鬼 就像我们持咒一样 但是现在 我想汉人学佛的方法 跟藏人学的方法 透过现在的社会 要互相增长 所以我经常跟很多汉传的上师说 如果你不读地藏经 你不了解华严经 你没有好好的去研究无量寿经 那就很可惜了 但是也不要把功课定了太多 你定了太多 变成功课是修行 而不是利益众生是修行 所以一辈子都在修仪鬼 一辈子都在闭关 一辈子都在做功课 那我想这样 也是脱离了众生的质量 不然的话就变成没福报 一个修行人没有福报 就代表他不是在修行 这是一个基本的 人天福报也要有福报 何况是发菩提心 发菩提心的人明明说了 你点一盏灯都比世间人点一盏灯 那发菩提心的人怎么会去 怎么会去求福报呢 他不需要求福报 因为他福报本来就比世间人大 但是如果发菩提心的人 我发菩提心居然还对世间人有所求 那这个有一点颠倒 所以释迦牟尼佛是以转轮圣王的福报 来出家发菩提心 所以我想在这一点 所以我师父长给我说 出家人的福报 要比在家人多百千万亿倍才行 这才叫出家人 为什么 你发菩提心 所以我想有心要出家的人 那更要修福报 要比别人还精进 已经出家了 更要有福报 不然的话 我觉得佛法有时候会让世间人看不起 如果我们出家人没福报 然后呢 为了钱再奔波 那时候再家人就会觉得 这个出家人哪有比我好啊 所以佛陀就不一样了 佛陀的福报有没有全世界最大 佛陀的相貌有没有全世界最庄严 所以佛陀是让世间所有皇帝 包括上帝一皇大帝 都羡慕的一个人 一个友情 所以他这样才可以度众生 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 如果也发了菩提心 你要成为你亲戚朋友羡慕的对象 因为你的福报 你的资良 你的相貌 你的家庭 社会地位 都要比别人好 但是比别人好 又不能骄傲 一骄傲 那就浪费福报了 这些庄严 是为了 为的利益众生 所以在这一点 无论如何 每个人都要努力 不管在哪一方面 有些人智慧高 福报不够 有些人福报大 没智慧 有些人呢 虽然有福报 但是因为悲心不够 每个人都有不圆满的 当然修行如果有善之士 可以告诉你哪里 不圆满 那是一个福报 赶快从这里面去圆满 所以佛陀的声音 佛陀的外表 佛陀走路 佛陀的眼睫毛 佛陀的头发 佛陀的指甲 佛陀的皮肤 像你跟佛陀讲话 只要站在他面前 有最强烈的 最强烈的香味 最庄严的香 因为佛陀的脸 就会有香味 各位你洗毛巾 洗洗以后 毛巾三天不要洗 这香还臭 这代表我们 还有很多很多的欲望 所以我们用过的毛巾 居然是臭的 所以 但是佛陀不一样 这个也是修行来的 所以在这一点 你就要去检讨 你不能说 反正大家臭我就臭 所以有些人的皮肤 是没有臭味的 有些人的皮肤 是有不好的味道的 那这个都要去反省 各位你不要说 反正无所谓 我自己也闻不到 我一直别人很难过 所以在这一点 那你要立他的思想 不能让别人有一个 不好的 所以这里面八十岁行 你要知道 哦 睫毛怎么修的 哦 眼神怎么修的 指甲怎么修的 走路怎么修的 那这个 确确实实是 应用在佛法上的菩提心 所以我现在带各位念一念 因为这个都是白话的 不是太困难 不过念 但是解释只是强调 强调而已 好 佛陀八十种 殊胜像好 庄严 当然像讲的是三十二 像好是八十种好 所以这总共一百十二条戒律 是我们修行人的 身相的戒律 所以不犯威仪 各位 身要庄严 雨也要庄严 心要庄严 我们应该把我们的努力 定在这个地方 所以释迦牟尼佛 有一次做一个童子 有一个有钱的学校 有五百个学生 都是有钱的家庭 送在同一个地方读书 那个时候 菩萨的父母也是很庄严 就送他去那边读书 结果送他去读书的时候 我们这个小菩萨就问其他同学 我们干嘛要读书啊 生命的意义就是要成为佛陀 讲出了无上菩提心的道理 而不是在这边读世间的学问 这五百个同学 对对对有道理 全部都跟他走了 都跑去出家了 这个叫有智慧啊 不然你把世间的书 读到一百个博士 能够解决生老病死的问题吗 你把全部世界的钱 都赚到你口袋 可以解决生老病死的问题吗 所以我想目的在哪里 读书不是为了自己刚检测 生老病死 所有众生轮回的苦 是我们要负责任的 所以佛陀的每一个相跟好 都是为了回相给众生的 当佛陀的眼睛看你的时候 你的心就平静了 你的真正心就不见了 当奥弥陀佛的相一现前的时候 念一下花开见佛 物无声 一个人快往生了 很痛苦很痛苦 我们帮他念佛 突然他看到奥弥陀佛 他就会全身清凉 马上就放下世间的执着 就往生净土 佛太庄严了 他可以消除世间所有的 任何的痛苦 而且让对方也跟奥弥陀佛一样 阿弥陀佛不是 我做佛你做部侠 不是 阿弥陀佛是 我要让你比我还伟大 成为一个佛陀 毫无嫉妒性的 但是他所有的功德 他就要让你见急解脱 所以我想各位 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成佛 各位的外表 要开始注意了 你的眼神 讲话 走路 手势 你千万不要把十个指甲 插成十个颜色 叫十共阳 你要想着人家佛陀的指甲 是做什么用的 佛陀的头发是做什么用的 所以 那这里面 我们把它翻成白话了 所以很容易看 所以来 念一下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十方诸佛 我愿成就 向好庄严 供养诸佛 慈悲众生 所以我们今天读这个 各位找机会跪在佛前说 我要学佛向好庄严 好不好 那既然要得到这个佛的 向好庄严的果报 那你一定要从因下手 这个因就是戒律 你要这样去实践 实践到成为你的生命 合为一体 叫戒定会 所以 我们念一下 一次念五条 好不好 前面 可能用念的就好 我后面才会稍微解释 因为前面我在别的地方解释过了 来 一 指甲润哲 余无量事 常给别人所需要 喜爱的事物 帮助别人安乐 故今世指甲又薄又长 颜色光洁先进 好 我看还是要解释 来 手拿出来 看一下 指甲有没有这样润哲 又长 又薄 又长 指甲还会发光 那你要开始修了 我哪里比较低 那因为你没有做 你现在开始做 你要成为你的 无量事 生生世世 分分秒秒 常给别人所需要 好不好 各位养成习惯 好吃的 各位别人 不管你知道哪里 看到 我能给你什么 我能为你做什么 所以养成习惯 余无量是常给别人所需要的 喜欢的东西 帮助别人安乐 所以努力 告诉你儿子 努力不是为了赚钱 妈妈不会希望你赚钱 你坐一个小小的公务员 骑个脚踏车 但是创造洋房 创造汽车给别人 对不对 创造健康给别人 千万不是说 做医生的 要开 住洋房 哇 你利用病人 你要给他说 你要这样简单的过生活 所以各位做太太的 你不要邀请你老公 你又没有洋房 你又没有Benz 你干嘛娶我 哇 你好狠啊 找你老公去做坏事 你说老公 你骑个脚踏车就不错了 我们忙着去帮助众生 就算你很会赚钱 我们去布施给老人愿故而愿 对不对 我们过得简单一点 所以在外国有一位富豪 连比尔盖茨都非常赞叹 对不对 他说他带一个15美金的手朴 但是他已经布施700亿美金 去利益这个世界 自己过得很简单 这个就是一种菩萨的视线 所以各位要开始练习 给别人需要 喜欢的东西 帮助别人快乐 能依教奉行佛 要做 你不要说无所谓 我指甲不好看 我有钱就好 我老公爱我就好 那这个解脱道 他不管这个了 但是菩萨道 你要让众生 所以这个很重视 我的师父要求很严 唱 送 走路 穿衣服 我们要求很严的 因为我师父说 我们是要成佛中 是为了发菩提心 成佛的 写字 走路 样样都要庄严 煮个饭 插个桌子 排个椅子 都要很庄严 我想各位就像来做义工 前面庄墨庄严 为所有的菩萨鼓掌一下 谢谢他们 经常的水洗 哇 好庄严 好庄严 但是你怎么站出来 跟佛不能比呢 所以我师父常跟我讲说 海涛啊 你每天要坐在佛像面前讲话 人家就一直哪里跟佛比 如果你讲了没有佛好听 看起来没有像佛这样庄严 你就会伤害到佛教 我说师父这个压力很大 他说你才知道 所以你要不断的修 这个修你要从心里面 你才会显现庄严相 自然的 你装不来你怎么装 而且我师父说 你才会越老越庄严 像我们真华长老 到九十几岁那种庄严 所以我看到很多老和尚 皮肤粉红色的 他们皮肤真的是粉红色的 手脚柔软越老越庄严 这是修来的 无论如何 就算他老也显示一个非常老的庄严相 所以我想各位这一点 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外表负责任 为了众生 只想对方要怎么 不要说你要什么 好不好 所以不要再抱怨了 不要跟你老公说 你都不带我去哪里 你都在讲这个 所以我想老板不给你加薪水 没关系 反正我多做一点 让你赚多一点 你才会加 你要这样去想 所以鱼要吃什么 孤温野鬼要干嘛 蚂蚁要吃什么 小鸟 马来西亚鸟多不多 我到几个地方 都是那些鸟 都是那些乌鸦 我每天兴奋的不得了 买了一大堆面包 住哪一个饭店 窗户大概 咻咻咻咻咻 一直丢 结果下午回来 全部吃光了 太好了 买多一点 继续有不食 所以我想 不管走到哪里 各位 满众生的需要 而且知道他喜欢什么 试试看好不好 特别女孩子 有擦指甲 有从今天不要擦 试试看自然亮 因为你开始在不食 请问你不食以后 你脸会不会亮 就很简单的道理 你手机看那么多 脸就失去 你要看佛经 看佛像 眼睛就亮 越老越亮 才不会去什么 白内障 什么开什么 所以我想各位 在这一点 用你的生命来做实践 来体正佛法 也可以啦 第二 念一下 守足指缘 余无量事 常以善解仁义的态度 对待别人 故今世手指和脚趾圆满纤长 又直又软 十分好看 再拿出来 有没有又直又软 十分好看 而且又长长了 弯着边跟弯着边都可以 中间还没有洞 所以没有最好 赶快修 修呢可以 请问人的脸会不会变 真的会变 那人的手也会变 什么都会变 那个圆滚滚的肚子会不会变 也可以变小 看你要不要变 所以一切都可以改变 为什么 重点这句话 无量事以善解仁义的态度 对待别人 这句话记起来 你在想什么 我能够为你做什么 那各位要把它一直念这个 至于后面这个像是自然的 但是这个善解仁义的态度 对待别人 这种人谁不欢迎 不管你到哪里谁都欢迎 到餐厅我能够为你做什么 就算你不买东西不吃 我也能够为你做点什么 时时刻刻为别人想 所以我想一个佛教徒 必须成为一个别人欢喜的人格 所以佛法真好 满足别人的需要 善解别人 对待别人 这个就是佛法 我发现很多人不研究这个 我要修无上秘 我要修大手印大圆满 那个是法没错 但是你遗弃了这个东西 你遗弃了这个东西 你看不到佛法是什么 你只在追求一个法的高低 那对你就是个傲慢 傲慢没有用 佛法是在满众生愿 很卑谦卑的 了解对方在想什么 我能够给你什么 不要去设计别人 第三 读下 手足平等 余无量事 持戒不愿升天 古今是手和脚的长度一样 手指和脚趾间也排列的很整齐 有没有人可以站起来这样比一下 这样比的长度跟你的身高一样 所以那你的手一放下来就可以摸到膝盖一样 而且这个手指头脚趾头回去脱的鞋子看看 有没有排列很整齐 五支枕头都歪歪 因为高跟鞋挤着这样子 所以那是佛陀不一样 有些太开有些太那个 那为什么 各位今天持戒为了什么 回向众生 离苦得乐 对不对 回向能够成佛利益众生 所以持戒不享受福报 持戒可以升天 但持戒自己不愿意得到这些世间的福报 回向给众生 那你的手就会越来越长 庄严 第四 手足圆满 鱼无量事 保护其他生命 所以手脚圆满如意 柔软干净有光泽 肤色像莲花一样好看 所以画佛像的时候 一定画佛的手 一面不一样颜色 画白的 一面就一定会画粉红色的 所以那佛陀脚掌粉红色的 然后呢 上面白色的 那这个就代表 佛陀因为他的大悲心 随时在爱护所有生命 像各位这么喜欢放生 会不会有这个像啊 一定会慢慢壮严 我告诉你 有些人说 这辈子会变嘛 你这样努力的去守护众生 你生下来的小孩就是那个像 因为虽然你没办法这辈子很快改变 但是因为你这样的心 就造成那个像的小孩子就来了 所以一个人非常爱护生命 不伤害众生 他生出来的小孩子就比他手长脚长 庄严 就代表这个业已经现前了 这个善业 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 那我们要开始 无量是保护所有生命 那自然我们手脚圆满庄严 手脚像莲花的颜色柔软好看 第五 金脉前影 于无量是看见地不平的地方 或长满荆棘的地方 就主动拿锄头铲瓶整治 故金是手脚上没有难看的金脉突出 来拿出来 看一下 等一下比赛看哪一个有这个像 看不到骨头 看不到血管 有些人一条黑黑 对不对 凹凹凸凸 那代表像不庄严 那为什么 没有去弥补世间的不圆满 所以各位 那个是政府的路 我不管 我只要铺好就好 那不行 你只要看到哪里 看看磕磕 积水啊 不圆满啊 你就要给它补满 或长满了 不好的杂草 把它弄得很好看 因为要让别人看到 所以你到国外去看 每一家每一户都很便宜 因为政府规定了 你要是不整理要罚款 对不对 所以你要是整理得很庄严 还给你加奖 就是说 所以就成为观光的地方 每一家家户户都是一个观光的地方 所以这是老百姓合作吧 所以不平的地方 长满荆棘的地方 主动去整治它 第六 怀骨不限 余无量